昨天老兵在蹲马桶的时候 因为航母这事和隔壁理论了起来 差点化身厕所战神 隔壁那家伙一口咬定 核动力航母就是比常规航母牛逼 一个能顶三个常规航母 听到这话老兵只都不要 常规动力航母哪有那么不堪 并且他在一些条件上还要优于核动力 但碍于战场环境 导致老兵无法和隔壁戏聊 再出来后 老兵就会说 并直接连夜查询资料 写出了这篇关于核动力航母和常规航母的差距 核动力航母可以说是最适合远海作战的武器 其近乎无限的动力和优秀的隐蔽性 都是当今大国海军所需要的 但从第一艘航母出现至今为止 全球的核动力航母拥有过也仅有美国和法国两家 其他国家仍是常规动力航母 其制造难度也可见一般 但即便如此 各国海军也没有放弃对核动力航母的追求 那么核动力航母究竟和常规航母有何区别呢 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动力 由于核航母是用核反应堆为动力 所以在任意一场战争里面 它是不用考虑自身的燃料补给问题的 毕竟战争也不至于打个几十年 而常规航母则需要烧油 所以总归是要为自己的燃料问题而发愁 毕竟这俩都是几万吨的大件 常规航母一般有4到6万吨 核航母则可以达到8到10万吨 当然在这里咱们先不提戴高乐那伙 航母战斗群一直都是当今海军的最大战斗力 在这里老编要纠正一些朋友 对于核动力航母的常规错误问题 1.核动力航母功率 我们就以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为例 它的动力来源是两座4U A4W核反应堆 核四座蒸汽涡轮发动机 两个反应堆的总功率为26万轴马力 而美国的其他常规动力航母在没有核反应堆的情况下 仍然能达到28万轴马力 这个数字其甚至还要优于核动力 第二核动力航母拥有续航优势 的确哪怕是常规航母的动力发电就已经十分强大了 其功率是完全可以服务一个城市的 您还别不信 美国之前确实干过这事 因为巨大的旱灾 美国整个塔克马市面临断电 于是胡副总统便下令让刚刚服役不久的列克星顿号航母 停靠在塔克马市 用航母的动力发电为整个城市供电长达一个月之久 而当时的列克星顿号航母可没有核动力 但其功率仍然达到了15.3万千码 而核动力航母的驱航能力也的确称得上是无限 尼米兹级航母的驱航能力直接达到了130万海力 以此装载核燃料可以使用十多年 这一点的确是常规动力所不能比的 而像小英号这样的常规动力航母 在加满燃油的情况下 也仅能持续航行1.2万海力 但其实这一点并不会给核动力航母带来多大的效益优势 在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核航母和常规航母以相同的最高速度穿过危险地区 从美国西海岸到波斯湾大约1.2万海力的航程 常规航母也仅仅比核航母晚到6个小时 而在执行作战任务时 无论你是核动力也好 常规动力也罢 都需要频繁补充航空燃料和弹药 其中核航母大概需要3.3天补给一次 常规动力航母则需要2.7到3.1天补给一次 两者相差其实并不难 而且相较于常规航母 核动力航母在维护大修上花费的时间更长 所以其前沿部署的时间也要少于常规动力航母 美国政府在综合了各方数据分析后得出结论 核动力和常规航母都能够满足前沿部署 危险响应和作战要求 并且在许多的战术性能上没有明显区别 在海湾战争 科索沃战争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 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和常规航母均有三战 但美国海军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 在此类强度的局部战争中 核动力航母和常规航母 在保证舰载机和连队作战能力的发挥上 未表现出任何区别 而这也更加证明了航母性能的发挥 还是要取决于舰上人员的基本素质和技术水平 当然或许有的朋友认为 核动力航母的超强续航能力 可以完全碾压常规航母 毕竟常规航母的燃油 满打满算就哪些 就算是拼命的去追核动力航母 也追不上 而核航母则可以悠哉悠哉的 等到常规航母游进灯窟之后 再进行优势作战 但事实上 如果核动力航母真的这样做了 之后就会发现 跑了这么多天 海面上就剩下自己一个航母了 身边的护航舰队什么的 也全都没有了 只能在身后击败海里外飘着 而这时候 核航母的指挥官就会发现 舰上的被动声呐开始乱叫了 原来是对面的攻击核舰艇上来起脸了 我想 如果核航母真的想在这方面形成碾压局势 他至少需要配齐核动力护卫舰 因此 航母群的机动性能并不是取决于单个航母 而是以续航力最差 航速最慢的舰艇来决定 而且 即便是航母本身是无线续航 但其舰载机和弹药补及等 都是需要补充的 在这些限制条件下 核航母其实在战术调整上 与常规动力航母也几乎没有差异 那么 核动力航母的真正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 是空间优势 毕竟大家都知道 一个航母上搭载的舰载机的多少 就是其战斗力最直接的体现 因为在舰载机性能相同的情况下 装载数量更多的舰载机 可以显著提高航母的作战能力 因此 自航母发展以来 各国在建造航母的时候 都是冲着搭载更多的舰载机去的 这样可以使其具备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就拿美国的尼米兹基来讲 在极限状态下 是可以装载近100架各类舰载机的 但在设定的正常情况下则为86架 而在这些不同的舰载机中 数量最多的就是负责航母远程防御 攻击任务的5个舰载战斗机连队 包括60架不同批次的大黄蜂舰载机 其次就是20余架执行辅助任务的各种舰载机 包括预警机 后勤运输机和反潜直升机等 而相较于常规航母 核航母能够节省出大量的空间和载重吨位 一方面可以装载更多的航空燃油 以满足舰载机的作战需求 另一方面还能大大改善船员的居重和工作条件 第二则是核动力航母不会排除高温废气 常规动力航母的进气道排气道和大量烟囱 不仅占据了大量空间 而且还降低了舰艇的温度 它们排放的高温废气 一方面严重腐蚀舰上的设备 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湍流而影响飞机的拙舰 而核动力航母则一劳永逸的消除了这个问题 因为核反应堆在工作时并不需要空气 这也可以让舰岛更小 节省下来的可都是宝贵的空间优势 毕竟航母飞行甲板的空间是有限的 并且为了保证舰载机的运作和安全 舰岛当然是越小越好 而且较小的舰岛还能缩小雷达反射面积 据了解美国尼米兹级航母舰岛的雷达反射面积 仅和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雷达反射面积相当 这就代表着航母有了更高的生存能力 除此之外 小型舰岛也代表航母可以装载更多的弹射装置 比常规航母拥有更高的舰载机出动能力 并且小型的舰岛还可以减少气流对舰载机的影响 这都是对战力最直接的提升 因此 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要花大钱造核航母的原因之一 并且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 核动力航母的发展前景是要比常规动力更好的 要知道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 电磁轨道炮 大功率定向能武器和全电推进系统等先进技术 对电力供应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目前美国的福特级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都已经采用了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其动力系统 首先带动大功率发电及发电 然后依靠电脑把电能精准分配给动力系统 雷达系统和武器系统等不同的用电部门 这种做法可以将全舰的电力综合分配 例如需要高速航行时 就将电能优先供应给推进系统 需要作战时就将电能转给武器系统 而如今各国都在研究的激光武器 电磁轨道炮等都对电能的分配要求很高 而常规动力系统的总功率难以继续提升 且无法长期满功率运转 并不能满足激光武器巨大的电力需求 而在这时候 核反应对功率大 持续工作时间长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 但核动力航母这个东西可不是说造就造的 要知道 但凡是涉及核和核动力的东西 都有相当的危险性 核辐射看不到摸不着 却危害巨大 即便军用反应堆的管理十分严格 但再严格也不敢保证事故概率是零 美苏在舰船军用反应堆方面 都曾经出现过核泄漏 而导致整船报废人员伤亡的事件 而且核反应堆本身的高技术门槛 也是其他国家很难造出的原因之一 当初的苏联就一直想要造出自家的核动力航母 但却一直到其解体也没能造出来 要知道 当初能和美国两极对抗的苏联 也曾造出过9艘常规动力航母 而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苏联更是意识到了核动力航母的重要性 因此 苏联海军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 就着手建造一艘排水量超过8万吨 能够搭载70架舰载机的 乌里昂诺夫斯克号核动力航母 但最终却随着苏联解体而告终 而航母的关键技术核反应堆和核潜艇的核反应堆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这也是为什么苏联建造了很多的核动力潜艇 但最终却没能搞出一艘核动力航母 毕竟核潜艇的排水量只有万吨左右 而大型核动力航母的排水量却高达10万吨左右 这就意味着核航母的反应堆要比核潜艇大得多 所以其建造难度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 并且要解决核反应堆上的航母这项工程 还要涉及到各个方面 例如核反应堆的功率比例与航母的空间布局 核反应堆的设备安全 以及更换核燃料时如何防止核辐射污染 和退役后的处理问题等 这都是让人头疼的难题 而另一个核动力航母的失败例子 就是法国的戴高6号航母 法国人不仅浪漫还好面子 在技术不够的情况下 直接选择使用核潜艇的核反应堆来凑数 其总输出功率仅有76200轴马力 哪怕戴高6号只是一个4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 使用起来也明显感到不足 而这也是法国又给其加装4台柴油 和2台阿尔斯通用气轮机的原因 可以说是小马拉大车的典型案例了 而戴高6号这艘混合动力航母 也让法国人知道了鲁莽的下场 其动力受到核反应堆的限制 航速只能在25节以内 而且除去航速之外 在搭载相同型号舰载机的情况下 戴高6号4万吨的体量 也无法与那些大型常规动力航母的相比 毕竟吨位即是战斗力 舰载机即是实力 当然造出来是一回事 用不用得起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真的要给核动力航母算一笔经济账 就会发现 同样服役40年 核动力航母的综合花费 绝对会是常规动力航母的一倍甚至两倍 那么为何核动力航母的费用如此之高呢 除了维修费和退役后的费用之外 人员费用也是重中之重 我们就拿尼米兹航母来举例 这艘航母上至少有5000人 这些人天天都要围着两个核动力包转圈 即便是这个核反应堆 已经被离三层外三层围了起来 但仍有微量的辐射会对人体造成影响 因此美国海军条例规定 核动力航母全体船员必须半年一轮换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 一艘尼米兹集想保证一年出海三百天 就要准备最少两套甚至三套船员才行 我们按照最少人数计算 部署一年就需要一万人次的船员 按照美国海军的待遇 光是人头费都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而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核航母的全寿命周期成本 要比常规航母高出约58% 尤其是在其退役后的处置成本 核航母更是一路飙升 但即便如此核动力航母依旧是大国海军的发展目标之一 因为它是掌握制海权和海上制空权的大杀器 是最适合远海作战的武器 因此包括俄罗斯和法国都在想办法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 而真正意义上的首艘航母 虽然是英国人建造的 但是将这一武器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却是美国 虽然美国为了维持航母战斗群耗费了大量军费 但是十余艘采用核反应堆为能源的航母建制 也是美军进行远程武力投射的关键军事力量 在远洋作战中 没有人会是美军的对手 这时或许有许多细心的观众注意到 美国的11艘核动力航母 其吨位都在10万吨上下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是吃水深度问题 对于大型邮轮来讲 它们的主要作用是运输资源 装的越多利润就越多 所以其吃水深度可以达到20米 但这一点对于航母来说 却意味着有很多重要的航道和运河都无法通过 这对于航母来讲是无法接受的 毕竟邮轮可以绕到 在紧急情况下航母不行 之前咱们也说过 在舰载机性能属性相差不太大的情况下 拥有更大的飞行甲板 就能承载更多舰载机 更多的舰载机就意味着更强的战斗力 因此 吨位太轻的航母显然无法搭载巨大的飞行甲板 战斗能力就会非常有限 同样如果航母过重 会因为航行时阻力太大 严重影响到航速 从而使航母的行动性下降 据悉 美国的福特级航母的航速达到了30节以上 显然是核反应堆给予了它澎湃的动力 而对于航母这样的水上巨舰来说 能够保持这样的航速 能够帮助它躲避反舰导弹等致命威胁 如果太过笨重 敌人远程武器很容易就能攻击到它 而如果继续增加航母吨位 并且要求航母的机动性维持现状 所需要的建造成本无疑会大幅增加 但是对于如今的美国来说 海上作战可谓毫无对手 又何必较大幅度增加建造航母 是所需要的成本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 随着美国航母技术的不断革新 其吨位以及规模确实也在不断扩大 就比如 美国最新的福特级航母的满载排水量 就要超过尼米兹级航母1万吨上下 而据美国海军的计划 在2058年以前 福特级航母将会替代尼米兹级航母 成为美国海军的主力 或许到了下一代航母建设时 美国又会做出吨位的调整 而目前为止 航母吨位在10万吨上下 显然是美国权衡后得出的最佳方案 本期视频夸重点了 第一 核动力航母是海军远洋作战的最强利己 第二 核动力航母的续航能力确实很强 但也要看身边的舰艇能不能跟上 第三 法国的戴高路号航母 仅能算是半个核动力 第四 航母的吨位也并非越大越好 还要顾及方方面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各位老铁认为未来的航母会是多少吨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